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只要上映播出 主演们都会不遗余力地 投入到宣传活动当中去 但是电视剧《剩余的代价2》 就是一个例外 因为作为同剧主演 又是恋人的郑爽和张翰 却从未一起同台出现过 难道是有益避嫌吗 我怕观众会审美疲劳吧 对 这样保持神秘感吗 我是这样认为的 虽然在公众面前 可能很少见到两人的互动 但其实郑爽和张翰 在私底下进展迅速 张翰甚至表示 已经带郑爽去见过自己的父母了 就当所有人以为两人好事将近的时候 张翰又表示 希望三年内不结婚 对此作为女朋友的郑爽 倒是挺淡定的 他会不会着急 我着急还好吧 也不着急 人家都不急我急什么 就男人的事业心都比较强吧 然后这样子想也很正常 也不担心 我觉得因为现在还毕竟没有说结婚啊 这些的 对啊 两个人各自发展好了 都会对对方高兴的 嗯 谢谢